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财经全世界节目 我们谈一下关于欧洲面临的又一次的难民危机 以及危机的根源 叙利亚问题 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全媒体欧洲台的Lily女士 Lily女士请你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Lily 嗨Joseph 欧洲这次面临的难民危机 就是叙利亚问题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具体说是土耳其部署在叙利亚 叫做伊德利普省的军队 2月27日遭到叙利亚政府军的空袭 导致33名士兵死亡 因为不满欧盟的袖手旁观 土耳其总统叫埃尔多安就宣布 不再执行2016年与欧盟达成的阻止难民进入欧洲的协议 目前在土耳其有大约370万叙利亚难民 这个数字非常大 370万叙利亚难民 现在这370万叙利亚难民就开始从海陆两个方向就涌向欧洲了 主要就是涌向希腊 这个事情也非常的复杂 因为前一段时间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 他与俄罗斯关系走的其实很近的 而且他不顾北约的反对 从俄罗斯购买了叫做S-400的防空导弹系统 但是谁曾想呢 现在随着叙利亚问题的加剧 这个俄罗斯的顾问和叙利亚的军队要夺下叙利亚境内最后一块与土耳其接壤的反政府军的根据地 这个又直接威胁到了土耳其的利益 致使土耳其与俄罗斯就反目成仇了 土耳其也在叙利亚和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政府军就开始了很激烈的这么一个战斗 现在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今天刚刚得到消息 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得到的消息 我把这个最新的消息也跟网友说一下 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国现在又达成了一个停火的协议 是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六个小时的磋商 就这两个人见面了 这个阿尔多安去了莫斯科了 双方经过六小时磋商 三月五日晚间在莫斯科宣布 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一部省从当地时间子夜起停火 土耳两国同意自六日零时起 停止在叙利亚军事缓冲区交战接触线沿线的所有军事活动 而且土耳其和俄国同意自15号起执行一个联合巡逻的任务 就是看样子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 目前这个叙利亚的局势比前几天要有所缓和 但是我总的一个感觉就是叙利亚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的乱 就是各派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是打打停停停又打打 就是看不到一个尽头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事情能够结束 莉莉我做了很详细的一些分析 所以我们后面请莉莉给我们解读一下军事冲突的原因 以及冲突的背景 好 请莉莉 谢谢Joseph 土耳其和叙利亚这个战争 包括俄罗斯这个关系的非常的错综复杂 这跟所有的中东局势一样 就是说我觉得中东吧 那简直就是这个国际上所有矛盾的最大的集中点 包括历史 地理 宗教 政治 经济 文化 再加上各派的内斗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这个看叙利亚吧 你就看到了所有中东的问题 所以叙利亚问题是中东问题再加国际各种后方的 国际力量的博弈的一个集中的爆发点 这一次吧 这一次其实 俄罗斯跟土耳其的这个冲突吧 其实根本不是一次冲突 它就压根就没停过 从2011年开始到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到现在打了9年 从来就没停过 然后呢 就冲突也是不断的 它之所以这一次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因为那个阿尔多安把那个土耳其把那个边境给放了 就是说他把难民给放了 要不其实国际上因为他们打了那么多年 打了那么多有那么多的冲突 基本上每天都有冲突 所以谁也不会太在意 但这一次呢 俄罗斯现在是不是欧洲很紧张啊 因为这个难民要进到欧洲来 我看这个数量很高啊 300多万 而且我看一些消息说是土耳其啊 拿着汽车啊 拉着这些难民 把难民拉到了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 实际上就是土耳其不仅说是不管了 而且他实际上是在支持这些难民啊 要越过这个土西边境到欧盟去 难民问题一直是土耳其的一张牌 他就说他对他其实是要挟欧盟的一个一张王牌了 因为现在特别是目前这个时候 欧盟是雪上加霜 大家都知道这个冠状病毒在欧洲 已经是相当于蔓延的非常快 我看德国今天已经500多例了 也就是说一周时间 我觉得我们去上周讲的时候 德国才50多例 今天的话德国已经580多例了 所以一周时间翻了10倍 德国瑞典法国差不多都这样 所以现在欧盟是焦头难额 就这个冠状病毒的问题是焦头难额 然后现在这一边又雪上加霜 来一个难民问题 难民本来就是一个大问题在欧洲 从2015年开始 就是说德国的Marker 他就说决定放开边境 让难民进取以后 难民一直在欧洲 就从2015年到现在 一直是欧洲民众最反感的一个问题 也是各种政客在各方力量国异的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埃尔多安又说威胁 这次不是威胁 他已经把边境打开了 已经到那个希腊边境 然后希腊这一次呢 就坚决的抵住 而且欧盟这次的态度也很坚决 可能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民众的反对 然后再加上新冠病毒 所以这一次欧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就说一定边境一定不能放 所以那个土耳其军队和 和希腊军队就在边境上给堵住了 不是土耳其军队 是难民跟希腊的军队边防军就堵住了 而且希腊军队还出动了什么 Tier Gas那种 所以那个难民的 而且这些难民呢 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难民 这些难民很多是土耳其从南部 因为它的现在交战区是北部 土耳其西北部 的那个伊德莱普 伊德利普 伊德利普 伊德利普省打仗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那些所谓的难民 是从土耳其用大巴从南部运过来的 所以这个完全是土耳其要要挟欧盟的一张牌 土耳其跟欧盟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 所以土耳其打谁 按理说北约也应该打谁 但是呢 北约的第五条就说 也规定 就是你只有到别国 别国威胁到你国的那个权力的 就是说你的政权受到威胁的时候 北约才会出兵 并不是说你打别人 别人北约也跟着你去打 所以这个有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土耳其 所以欧盟的原话 欧盟有个外长说的原话就是说 土耳其不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难民也不应该作为武器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欧盟的态度 在这个土耳其和难民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我比较开心的看到就是 起码欧盟在这个时候对难民问题是比较坚决的 要不欧洲真是受不了 这边又是新冠 那边又是难民 我觉得现在欧盟确实是雪上加霜 因为这个新冠 而且还有什么脱欧 这个英国也在脱欧 它的整个欧盟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所以很多问题现在交织在一起 如果再有一些难民问题 我觉得欧盟就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欧盟非常坚定的 把这个难民挡在了这个土耳其境内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对欧盟整体来 从长远来看还是一个好事 否则这些难民如果进到欧盟里头 就更不好处理了 对完全同意 算了不用管 对完全同意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土耳其的 就是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一次呢 就刚才我完全同意 就是说欧盟确实不能再接受更多的难民了 而且2015年那一次已经受够了 大家已经受过 而且现在难民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但是呢 这整个难民从哪来的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 现在难民的根源没有解决 那就是叙利亚的问题 所以这并不是说难民 他又不是说自己想当难民 当然有些是想跑到 而且直奔德国去的 有些是确实想去欧盟 但是呢 难民的根源 其实是叙利亚的内战 这个叙利亚为什么有内战 我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吧 就是说这个 因为不找到难民的根源的话 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你就是在人道主义 你也不能解决几百万的难民 而且难民到欧洲以后 也造成很多问题 就他们不能融入社会 而且呢 就是说是一个欧洲很大的负担 叙利亚内战的话 我那是这个就 那就是这十年的问题 九年 那差不多 从2011年开始了 到现在是九年了 对 其实再回顾再多一点 那要从阿拉伯之春 讲起 阿拉伯之春是 2010年 December 就2010年底 从 其实从突尼斯 开始的 阿拉伯之春 为什么会发生 阿拉伯之春 那也有它的背景 其实阿拉伯之春 就是说是 阿拉伯国家 争取 就民众争取 民主自由 的一个大面积的 抗疫的活动 从突尼斯开始 然后到 扩展到埃及 利比亚 叙利亚 也门 就起码 就是 伊朗 伊拉克的 全都 全都进去了 就是整个中东 阿拉伯国家 都发生了 就陆陆续续发生 而且呢 就是说 有些国家成功了 有些国家没有成功 像成功的国家 就是 埃及了 还有莫巴拉克 就被推翻了嘛 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是20 应该是2011年 然后突尼斯 也成功了 突尼斯也就 突尼斯利比亚 都把 就是说 政府给换了 因为当时 民众的数 因为当时 像2010年那时候 也是阿拉伯的话 贫富 分化 非常的大 民众呢 也就是说 对 因为阿拉伯国家 基本上都是 独裁专制的国家 这是肯定的了 就是不管他 比如说沙特啊 或者那些 不管他的经济发展 什么情况 他的那些 跟中国都比较相似了 那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 那是肯定的 所以呢 就是说 2010年 那就开始了 各个国家的民众的 大规模的抗议 然后最后到武装 暴动 就是这个呢 就是说阿拉伯国家 各个各个国家民主 就争取 民主自由的 一个大规模的抗议 然后有些国家成功了 有些国家就不成功 叙利亚就属于 不成功的 最典型的例子 因为这个 就是说他的 本来是从 街上的上街抗议 结果发展成了 武装暴动 然后呢 就是叙利亚 就是说是最 也不能说是 因为他各个国家的 因为可能是穆斯林啊 或者而且他有 大家都有武器啊 还有各派之间的争端 所以 阿拉伯之春 其实都后来都发展到了 武装暴动的 局面 然后呢 有些就推翻了 有些就没有推翻 那个叙利亚就属于 陷入军阀混战的 一个局面 所以叙利亚的那个内战 就从2011年3月15号开始 那个3月15号是 大家上街游行 然后后来发展 这样武装暴动 这个呢 就是叙利亚内战的开始了 然后叙利亚呢 又特别的复杂 因为其他国家都能把 那个政府给推翻 但叙利亚又推不翻 原因 那就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背后有俄罗斯 伊朗 其实还有中国的支持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 已经联合国安理会 已经就提出 让叙利亚政府下台 就是说和平的 你就自己换 就让 就是答应民众的要求 自己下台 那时候阿萨德 但是呢 联合国安理会 俄罗斯和中国 投了否决的两票 所以这个叙利亚政府 阿萨德政府 就得以可法的存在 这个呢 就是说当时 所以当时如果他被推翻了 也就被推翻了 但是因为 正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上 中国和俄罗斯 就说这个企业 投了反对票 所以叙利亚政府得以延迟 然后呢 就是说 然后俄罗斯和中国都在 这个中国是在 经济上支持了 武器也向叙利亚政府卖武器 俄罗斯也更多的 就最终提供武器啦 经军事情报啦 后来到2015年 俄罗斯还直接的干预 所以2015年是一个大的 为什么难民那么多 那就是说 大规模的战争开始 因为 以前还是就是说 反政府武装 跟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冲突 大家你打我 我打你 还相当于游戏战的那个味道 然后到2015年俄罗斯一介入 那就是大规模的介入 就大规模的战争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俄罗斯的这个介入 当时2015年 那个叙利亚政府都快被推翻了 就是因为打了 从2011年打到2015年 那个阿萨德已经坚持不住了 就是说基本上快要被推翻了 但是呢 由于俄罗斯的介入 就直接 以前还在后边介入 就只是卖点武器而已 但是呢 2015年 俄罗斯军队就介入 空中力量 因为俄罗斯的空中力量 还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俄罗斯空军直接介入 然后呢 又把那个阿萨德政府 给扶起来了 然后呢 就因为那一次的话 难民 大规模的难民潮 大概还是几百万左右 就涌入欧洲 欧洲当时也是很很纠结 到底放还是不放 就因为一张造成 就那个叙利亚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三岁的小男孩 很有名的 对 就是那一张照片 因为 大家也就是说 接不接收 也就在那纠结 就因为那一张照片 打开了欧洲 难民的大门 然后从此 就是说欧洲就这个 有人说他是那个 特洛伊的那个木马 难民之门就开始打开了 德国接收了大概两百万 两百万 然后其他欧洲 欧洲国家也都接收了 不少 莉莉我打算你一下 就是 叙利亚这里头 我记得当时 还有就是伊斯兰国的问题 就是伊斯兰国呢 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内战 就是 我们也叫伊斯兰国 这个就是英文就是 ISIS 这个组织也是 也是起来了 是不是伊斯兰国 对这个难民的产生 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定有的 西里亚这个内战 为什么打得那么长 那么久 而且呢 就是说 那么短 是因为他的派别太多 2014年是伊斯兰国正式介入 就是说 在那个叙利亚 就开始发展 其实吧 伊斯兰国 已经到 在2014年的时候 已经相当强大了 我看了一下资料 到2014年的时候 伊斯兰国已经有 这个我需要到现在才知道 有多危险 就说他有 控制的人口 已经是800万到1200万 控制了 有影响的国家 是18个国家 从利比亚 叙利亚 埃及 就是中东那几个国家 在家 然后亚洲到了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还有孟加拉国 印尼这边都到了 所以那个伊斯兰国的 这个 在2014年是非常强盛的 然后呢 他就到2014年 看见那边那么乱 然后就在那边把那个 再加上基地组织 就从那个伊拉克 他占了伊拉克 伊斯兰国当时 2014年 占了伊拉克的三分之一 然后再加上跟伊拉克 原来的基地组织 那么总的这么联合起来 所以他就在 当时2014年在 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 势力还是挺强的 然后呢 因为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介入 而且扎根了以后 美国就不得不进来 因为美国 他一直是反恐的 英美和北约 就介入了 所以 所以2015年 美国正式介入 美国去那个 去 叙利亚 就是为了打 伊斯兰国 因为他 反恐一直是他的 主要的目标 所以这一下 2015年就更乱了 他就说 英美也介入了 伊斯兰国也介入了 然后呢 土耳其 2016年介入 土耳其吧 之所以要介入 叙利亚 他一个是 历史上 土耳其跟那个 俄罗斯 就是一直 生从16世纪到19世纪 那就是奥斯曼帝国 和沙俄帝国的 那个长时间的 那个两个帝国之间的 纷争 然后到 土耳其吧 相当于 他两边倒 他是有时候支持 像像二战的时候吧 他又站在苏联这一边 打那个德国 然后就是说 但是冷战的时候吧 他又站在北约这一边 他又打苏联 然后他 而且土耳其 进入叙利亚 有他自己的打算 因为叙利亚北部 是库尔德人的地盘 土耳其吧 又跟库尔德 库尔德人是土耳其的 那个一个少数民族 那个地位相当于新疆和中国之间的那种关系 然后库尔德人又想从土耳其独立出去 土耳其不让他 因为他有民族矛盾吧 什么又不让他独立 所以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都一直在打 所以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北部 那是为了打库尔德人 然后呢跟俄罗斯这边也有对抗 所以你看见到2015年的时候 那就我刚才说了多少种势力已经介入了 所以叙利亚这个问题你可以听起来派别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你把它分成大概有主要的主要有四个派别 最主要的就是说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 这两大势力 叙利亚政府就是阿萨德的政府 然后反政府呢 然后他反政府里边的吧 又分成比较多的派了 那就 然后反政府里边有两大派 那一大派是一派是那个库尔德人这边带领的 然后另一边他是土耳其这边带领的 再另外一派相当于比较独立的 那就是伊斯坦国 所以他你可以看出来他比较分成四派 伊斯坦国 叙利亚政府 叙利亚反政府军 然后分成反政府军里边又分成两大派 然后呢这些派别之间相互打 像伊斯坦国是见谁打谁 然后谁也见他就打他 然后呢叙利亚政府 是一定跟叙利亚反政府军在打 然后土耳其又跟库尔德人打 然后这些不同的派别之间 背后又有各种就国际战队 就是说美国吧 是要打最主要的美国的目的是要打伊斯坦国 但是呢美国他自己 因为固定语言人宗教的 美国又支持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 来打伊斯坦国 所以美国的 当然美国一介入的话呢 北约也介入了 所以北约这边是支持库尔德人 支持反政府武装 然后也支持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 所以土耳其 也就是说两边都打 既打政府军又打库尔德人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出来 他们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为什么打了那么久 为什么矛盾那么多 那就是派别太多 然后背后各有各的势力 然后两个主力在打 然后反对反政府军 之间都互相在打 所以你看就相当的乱 真的是一片乱麻 所以我觉得 刚才我讲 这个我讲的是2015年2016年 那个时候是说 叙利亚危机是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难民最多的时候 打的最不可开交 然后联合国安理会也介入了 所以他们是又停战了几次 然后呢 到2018年 我觉得川普上台以后 他川普认为这个 叙利亚是一个 无底洞 是一个烂摊子 那整个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永远解决不了 他们之间的矛盾 因为像他们之间有 种族之间的矛盾 像库尔德和土耳其 然后有宗教之间的矛盾 那就是伊斯兰 伊斯兰教里边 他又分成很多派别 就逊尼派啊 叶什派啊那些 大家也是互相打来打去的 所以你才看出来 我正好我那搜集了一个资料 我也跟各位网友说一下 就这个宗教派别啊 叙利亚的宗教派别的情况啊 确实非常非常复杂 叙利亚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 这个没有问题啊 穆斯林呢 占叙利亚总人口的90% 但是这里还要分很多类 就是呢 还有一个逊尼派 还有一个什叶派 逊尼派啊 占总人口啊 到70% 然后什叶派呢 占总人口的20% 这个就 这个就是说 逊尼派啊 是在叙利亚为主的 绝大部分叙利亚人 70%的叙利亚人 是逊尼派的 但还有20%呢 是什叶派的 还有10%呢 是其他的一些 信仰 其他一些宗教的 什叶派呢 还要继续分 就是什叶派呢 还不是一派 它里面呢 我看它要分为什么阿拉维派 德鲁兹派 什么十二伊玛穆派 什么伊玛 玛伊派等等 就它里面分了 很多很多派 为什么把这个什叶派的 这个 气氛的这些派别 再说一下呢 就要说到这个阿萨德的 阿萨德政府是哪个派的 就是阿萨德是哪个派的呢 阿萨德呢 属于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 就是它在什叶派中 还属于什叶派的一个小派别 叫阿拉维派 是阿萨德政府 阿萨德政府的军人啊 就正规的职业军人啊 95%都是来自这个阿拉维派 就它阿拉维派实际上是 它政府和政府军的主要组成 就是这个阿拉维派 而阿拉维派呢 在这个叙利亚占人口占多少呢 实际上占的比例啊 非常非常低 大概占了就不到10% 就这个派别整个在叙利亚 只占不到10%的人口 实际上是叙利亚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穆斯林的派别 但是在现在 作为叙利亚的独裁政府 在控制着叙利亚 这个我觉得就跟咱们中国啊 对比就跟中国这个少数民族 在统治汉族的这个朝代有点像 就像元朝啊 清朝啊 这样就实际上是一个少数民族 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一个民族 在统治着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国家 就大概是类似于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莉莉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他这里头 内战前打起来这么复杂 这么多的派别都搅合在一起 我觉得和他整个这个叙利亚国家的 一个民族的背景啊 他分不开了 我这里插一下啊 这个信息呢 也供各位网友来了解 为什么他打得这么乱 大家也要知道呢 就是阿萨德呢 在叙利亚是个少数派 他是一个 我们简单在中国来讲 不一定很准确 但大概他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一样 在统治着这个绝大多数叙利亚人 所以为什么叙利亚人 对这个阿萨德这么不满啊 他是有很多这些方面原因的 好 叙利 我觉得我同意 对 我觉得你补充的非常好 那就是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派啊 连我自己我看资料 我都搞糊涂的 他们到底有多少派 但是阿萨德 巴萨尔阿萨德 他现在的总统叫巴萨尔阿萨德 他的老婆 就他妻子又是逊尼派的 他妻子而且还在英国流过血 所以当时在202000年 阿萨德 阿萨德呢 他的 他的继位 他应该说是继位 因为他的成为总统不是民选的 他是从他老爸那里继承下来的 像他老爸是1971年 他爸叫哈萨兹 哈萨兹巴萨德 63年 63年因为打打那个以色列 那个叙利亚就实行军管 就因为他借口这个要跟以色列打仗 叙利亚就实行军管 然后呢军管以后 大家也就在下边 也因为那些各派在下边争斗了 到71年的时候 阿萨德就现在这个 老阿萨德吧 这个名字我也记了 老阿萨德就把那个相当于叙利亚 给军管以后相当于基本上统一了 就说就从71年开始叙利亚就没怎么打仗了 相当于当年秦始皇把中国这么统一了 我觉得吧你刚才说我觉得叙利亚更像中国的战国时期 或者是军法混战时期 然后到老阿萨德把那个71年把叙利亚给统一了以后 他就开始实行一党专制 整个就是说就整个独裁了什么之类的 然后到我看71年的时候 他后来到哪年到 后来他又把宪法给改了 这跟国内也有点 就是说他后来老阿萨德把宪法给改了 就是说他可以终身制 而且呢就是说他以后由他指定他的继承人 所以2000年小阿萨德就从他爸那里继承了他的这个相当于王位吧 所以他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历史就这样 他就本来叙利亚 我再给你补充一个 就2000年啊 我看了一些字啊 2000年呢这个叙利亚又改了一次宪法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这个叙利亚的宪法规定是40岁以上啊 才可以当总统 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就是现在这个叫巴沙尔阿萨德吧 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叫小阿萨德吧 当年小阿萨德呢不到40岁 好像是34岁 所以2000年的时候叙利亚就改了宪法 把这个40岁当总统这个标准啊 降低为34岁就可以当总统 所以呢 这个小阿萨德呢 就当上总统了 对 这个叙利亚是改过好几回宪法的 对对他他就老阿萨德把宪法改成可以终身制 然后是一党就没有没有别的多党制那种 原来叙利亚还有一段时间是多党 就有起码有两三个党的那种 刚才我们一说到到2000年 那个小阿萨德就又继承了 然后呢本来2000年叙利亚民众都对 因为他们俩是比较年轻 而且又是国外西方社会教育 就被他开始民主改革 是有寄了很大的希望的 结果这小阿萨德一上台 他一点都没有改革 还就更专制了 而且呢就是民众一旦有反对啊 或者是游行啊什么就就暴力镇压 我看欧美为什么介入 那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 叙利亚反对对他的那些反抗组织用化学武器 这个就是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人道 灾难所以欧北约介入 那就是由这个引起的 所以呢你看看他这个 我觉得叙利亚的整个位战 那就是说独裁专制 然后呢民众因为受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影响 要求要反反弹反腐 然后呢要求自由民主 但是我觉得中东吧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反对独裁专制是对的 但是呢由于他宗教的问题 待会我觉得我们待会再讲讲这个伊斯兰教 可能下一次讲伊斯兰教讲起来就更多了 但是我觉得他缺乏一种新的 他没有一个新的体系 就是说他把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推翻了以后 用什么呢来代替这个新的人 这旧的政权 他们都是一塌糊涂 所以他整个是一个丛林法则 就是说谁 就是大流氓小流氓一起在打 然后最后谁谁谁 哪个哪个更流氓 哪个就又上台了 所以他为什么会一直这么打下去 然后没有个结果 然后再加上呢 当然叙利亚还有一个最主要 我觉得是俄罗斯的支持 还有伊兰和中国在后边的支持 所以他的那个政府能这么维持下去 其他像阿拉伯 像埃及和利比亚 突尼斯那些都维持不下去 大家就换了 虽然政府也不怎么样 但是至少不是像这样 大规模的内战和人道灾难 然后呢我觉得像最近几年吧 它的发展又稍微 因为停火了很多次 他就打打停停 然后在那个伊德利普这个地方是有 就现在也有 所以这几次的冲突 大家他是把有停火协议的 俄罗斯打那个土耳其 他是撕毁了这个停火协议 中间呢 2018年 特朗普又宣布美国撤军 2018年大家都记得吧 就9月份的时候 美国从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结果当然美国也没有完全撤 美国只是撤了三分之二吧 然后呢就美国一撤军 那个库尔德恩跟那个土耳其人就打起来了 或者土耳其打库尔德恩 因为他觉得美国一走的话 那就给他们机会了 因为美国在中东的还是挺有实力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撤军 我觉得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就是川普觉得他觉得中东的话 这个问题实在是脚不清 你打也不行 不打也不行 但是呢 美国最主要的目标 在叙利亚的目标 是那个伊斯坦国 所以他大家都记得 去年非常有名的10月26号 10月26号吧 把那个巴格达迪给斩首了 那就是说首第一次 就是说第一次国际营 引起国际注目的斩首行动 后边今年年初还有一次 咱们就不说 但是那一次就是说 把那个巴格达迪斩首以后 他能以伊斯兰国的 就是说就群龙无首了 但是呢 其实也没有斩草除根 就是说他那整个伊斯兰国 他又有了 现在又有新的 但是呢 他整个势力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伊斯兰国的 在叙利亚的影响 不是说完全消灭 但是呢 就削弱了很多 所以美国到现在 也没有完全撤军 美国完全不撤 没有完全撤军的话 我觉得俄罗斯呢 就想 其实俄罗斯是想把美国给赶出去了 因为美国说他要撤军 结果又撤的不是hundred percent 我估计美国美军可能上了百分之十左右吧 这是我自己的估计具体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跟土耳其之间的 纷争的话 俄罗斯有这个意思 就说最好把美国全部 因为趁着美国也没多少 剩下没多少军队的 让美国完全赶出去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的 纷争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 打来打去吧 打了九年 那个阿萨德政府还稳住了 你看看2015年的时候 如果俄罗斯不介入吧 那个阿萨德政府怎么就垮了 但正因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支持 从各方面经济的钱呢 还有武器的直接介入 就直接向俄罗斯的空心 是直接打的 阿萨德政府吧 他还挺住了 他不仅稳住了 而且他还收复了绝大部分的实地 其实现在他的那个反政府武装 只剩下伊德利普 就剩下北部这一圈 就是说 所以他这次 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进攻 就是说想趁着 大家都忙 大家都忙 你看欧盟在忙那个 对付的新冠病毒 美国也在对付新冠病毒 所以呢 大家都忙的时候 他想到这一次我就 就直接把那个北部 被土耳其和反政府武装 这个占领的地方 给完全收复过来了 所以这一次打的话 他是完全有 有他的计划的 不是一次偶合 然后呢 就是说 当然这一次呢 就是说那个土耳其 他也不退让了 所以他们就就打起来 不过呢 就我估计现在 那么那么快就 就讲和了 这倒是有点 可能是国际压力 我觉得 你看呢 我觉得现在 现在呢 可能呢 现在因为啊 我觉得其中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美国啊 美国呢 你刚才说到了 美国呢 实际上呢 是不太愿意介入 现在叙利亚这个比较乱的局面 特别是这个伊斯兰国被 不能说就被完全消灭吧 被基本消灭以后呢 美国呢 在叙利亚的这种存在呢 就这个美国政府啊 包括川普总统来讲啊 觉得并不是十分必要 在这种前提条件下 我觉得美国呢 实际上是想呢 逐渐淡出这个叙利亚 另外呢 叙利亚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 就是北约啊 和欧盟啊 实际上跟叙利亚这个问题啊 关系更紧密 这个叙利亚问题 跟美国的关系呢 没那么紧密 你看刚才说到 这难民问题也好 还是这个叙利亚 现在跟土耳其的冲突 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的 对吧 所以呢 实际上是北约呢 应该在叙利亚问题上呢 起到更大的作用 欧盟要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是美国想的 而不是呢 美国呢 冲在前头 然后让这个 欧洲这些国家 或者土耳其呢 就跟在后面 可能收一些利益啊 等等的 这个呢 我觉得不是美国所想 美国是希望欧盟和土耳其 来出面 解决这个叙利亚问题 而且欧盟和土耳其 你解决叙利亚问题 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 跟美国呢 关系变成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 为什么 一他要退出 第二呢 他把这个事呢 要交给土耳其呢 去解决 因为土耳其这个力量呢 虽然比美国弱很多啊 但是土耳其呢 在这个中东地区啊 还是不用不可质疑的 这个第一的强国啊 军事力量是最强的啊 这是你来解决的 我觉得这是土耳其 这是这个美国啊 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战略 就是你来解决 欧盟你也得解决 你不解决 那民就跑你欧盟去了 你也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我是基本上对这个事情呢 是这么一个判法 我是觉得这么一个判法 你你你觉得呢 嗯 我赞同 我觉得 我觉得你对美国的态度的分析 是我同意的 就是说他美国确实不想 因为美国像伊拉克啦 伊朗问题啦 还有对还有伊朗问题 嗯 嗯 美国确实不想介入太深 因为他的主要目标 刚才我说过了 我们都说过了 这就是针对伊斯坦国的问题 他只要把那个巴格达尼去了以后 他伊斯坦国就没有多少势力了 美国所以可以 所以他尽量想退 但是呢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 你刚才说的 美国想交给欧盟 因为这个为什么 西利亚政府那么强硬 最主要就是因为有俄罗斯和中国 还有伊朗在后边对他的支持 要不他早就垮了 所以的话 你要是美国 你全把那个抛给欧盟的话 他不是土耳其的问题 也不 主要不是土耳其 或者叙利亚政府的问题 而是俄罗斯的 问题 就是说 我们讲讲那个俄罗斯和叙利亚 为什么 俄罗斯和叙利亚一直是盟友关系 从当时 俄罗斯吧 他有他的战略上的部署 因为俄罗斯你看他的地理位置 他就整个是 他没有南边的出海口 他整个都是北边洋啦 波罗的海啦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个大陆 所以呢 他俄罗斯有他自己的野心 那就是说他要控制地中海 所以他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 要顶 要让叙利亚政府顶住 那就是说 俄罗斯在黑海舰队 在叙利亚的一个TAT 那个港口 具体名字叫什么 就是说他有他的航空母舰 在停在那里了 所以他是他的航空母舰的港口 是一个军事基地 所以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 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 是他对 你想想 俄罗斯的叙利亚就说 他一旦控制了叙利亚 这边 东边控制了中东 西边控制了地中海和欧洲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 他绝对不能放弃 所以你看出来 要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种 美国不想介入 我同意 你确实他是一个无底洞 烂摊子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欧盟的问题 土耳其的问题 我不太见同 因为确实最大的问题 还在支持叙利亚的 俄罗斯的问题 然后俄罗斯为什么 那个莉莉 我是觉得 美国刚才 刚才说到美国不太愿意介入叙利亚问题 我认为美国呢 现在也并没有把俄罗斯呢 当做一个主要的威胁 就是对于俄罗斯的一些 这个他的一些战略的做法呢 美国呢 并不认为是他现在对他威胁最大的 美国呢 也是清楚 你刚才说到 包括俄罗斯 需要这个叙利亚的港口来 在这个地中海啊 实现他的一些利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俄罗斯的黑海啊 太靠内陆了啊 就是他这个黑海出来啊 非常困难 而且黑海还在乌克兰手里 所以非常的不太容易做啊 很多港口 黑海的很多港口 现在在乌克兰控制 所以不太容易去做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呢 需要这个地中海的港口 就叙利亚是他选中了 但是美国呢 实际上我觉得啊 美国是某种程度上 就默许了这个事情 他也并不太在意呢 俄罗斯呢 一定要在乌利亚做一些发展 我觉得这是美国 为什么他最终下决心 要撤出这个乌利亚 是他整个的一个国际战略上 他并不认为中东地区 包括俄罗斯 是他下一步重点要对付的对象 对 美国 这个我也 我同意 就是说他 因为 但是我觉得美国呢 也不能对俄罗斯掉以轻心 你想想俄罗斯的战域 他如果在 他现在在乌利亚 基本上是稳住了 而且呢 他说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他对地中海的控制 他也是下了决心的 然后你再看北边 俄罗斯对欧洲的 俄罗斯对欧洲的控制 俄罗斯那个去年 就说欧盟跟美国也 在那个俄罗斯的石油管道 送到那个德国北部 叫基尔 那个城市 就说他从海底下 通过那个修那个石油天然气管道 把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送到欧洲 这个呢 欧洲呢 确实向德国就很欢迎 因为德国整个 是很缺资源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 就因为欧洲那些白左 环保组织 又让德国的 那个 煤产业 就是德国是不能烧煤的 从去年开始 德国只能用风力和太阳能 就是全green的 所以德国就很 德国呢就很希望 有别的能源做后备 起码是后备吧 所以其实德国做的不错的 德国的那个green energy 已经做到自己 就靠风力和太阳能 已经把它国内的 那个资源 基本上可以供应 但是呢 肯定还是不够的 所以呢 他就 欧盟其实还都比较支持 俄罗斯修那个管道 但是呢 美国又坚决反对 你想想 你这么一看 俄罗斯的在 如果地中海 他已经 就说从中东和地中海 这个出口 他基本上站稳了 只要叙利亚政府一稳定 俄罗斯就 他的地中海的出口 他就稳定 然后北面 他在包抄 在用能源方面 把欧盟控制住的话 那整个欧洲 起码在能源上 不说军事上 现在我觉得 还没有太大的威胁的话 起码在能源上 就把欧洲给钳制住 然后欧洲的话 你知道 历史上 就是美国的盟友 你想想 如果欧盟 被俄罗斯给控制住了 那美国怎么 怎么做事啊 起码就没朋友了 当然了 就说 这个 我觉得今年 他可能 美国呢 就叫俄罗斯 把他地下管道给停住 但是俄罗斯 可能不听他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比较大的威胁 美国 所以我刚才 我觉得你觉得 你说的美国不把 不觉得俄罗斯 是最大的威胁的话 我不太赞同 你俄罗斯 确实 都是 一样的 共产主义的 但就说 他那种控制世界的 那个整个 他跟欧盟 欧美整个 就不是一个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 现在美国呀 虽然他在 他是北约呀 包括这个 这个 欧盟 他还是主要跟美国 关系非常好 北约当然是 美国也参与其中了 但是在很多 这个国际事务上呢 现在 川普总统的一个方向呢 他是 还是以美国的 国内事务为主 所以在国际事务上呢 美国实际上是 希望他的盟友呢 能够多出面来 承担责任 而不是呢 一直跟在我美国后面 他跟在美国后面 这些盟友啊 他也是有很多心机的 很多时候呢 这个难题啊 难事啊 这个都让美国去做了 得罪人的事啊 全让美国去做 然后这些盟友在后面呢 就跟着提起哄 而且呢 有时候呢 还渐渐呢 去捞一些利益 我觉得对于川普总统 他实际上 看不惯这些行为 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 像这个俄罗斯的问题 你作为欧洲国家 实际上欧洲国家 欧盟也好 北约也好 实力还是很强的 你是很多事 可以去跟俄罗斯去 正面去对抗的 你不能说 什么事都依靠美国 都是美国要冲在前头 你又就像欧盟 你又想拿天然气 你又想最后 这个 这个 又说要反对俄罗斯 这个你自己 要去权衡的事情 你不能什么事情 都会推给美国 我觉得现在美国 一个重要的战略的变化 就是我的盟友 应该承担自己的 每一个盟友的责任 而不是把什么事情 都推到美国身上 都要去美国去做 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 一个理解 包括我对欧盟 我觉得欧盟有很多事情 做的是有点 怎么说呢 这个 他是两面都不得罪的 很多事情 对 难事都让美国去说 然后他呢 在下面呢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也是非常典型 就是德国呢 在很多事情上呢 如果要反对俄罗斯 这些事情上 他都让美国冲在前头 当然他在后面 也会说 但是真正到一些 比如天然气质这些事情 有一些具体自己 对自己国外有好处的时候呢 他又不说话了 对吧 这时候他又不说话了 自己可能又想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他总是想在这个事情上呢 两边的好处 我觉得这个呢 是被 特别是川普总统啊 就是比较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他就说 把这个事情 交给你去做 为什么 比如说俄罗斯啊 现在他的国力并不是很强 俄罗斯的国力 统计好像是跟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 所以他就是一个省的国力 中国一个省的国力的国家 你欧盟都对抗不住 我觉得这是欧盟的责任 不能是美国的责任 如果什么事 现在都交给美国 我现在看 包括这个欧盟 很多这个 他们的这个文章啊 都在埋怨 说你看一个美国走了 美国走了以后 因为叙利亚问题也在埋怨 说美国走了以后 难民怎么办呀 美国走了以后 把库尔德人给涮了 这库尔德人原来是支持美国的 对吧 现在把库尔德人给涮了 都是这个 这些观点 这观点没错 但是问题在哪 他就把美国当成 都是你的事 跟我欧盟没关系 你知道吗 川普怎么想 川普想 好 跟我没关系 那跟我美国更没关系 跟你欧盟没关系 跟我美国更没关系 难民又不到我美国来 难民最后全抛你欧盟去 对吧 为什么这些事 你就在那指手画脚呢 自己什么都不做呢 我觉得这是美国和欧盟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希望欧盟去多做一些事情 包括土耳其 土耳其也属于北约 就你们应该 川普认为你们应该去多做一些事情 就跟土耳其也是 跟俄罗斯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 实际上是个对头 前两年还从俄罗斯去买导弹 买这个什么S400这些 土耳其 他也是两头吃的 他也是一头在跟俄罗斯买些导弹 便宜的导弹 另一方面又在跟俄罗斯去打 这是你土耳其的事 不说美国的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 你又想买导弹 你这边想买好 这边又跟俄罗斯去打 为了叙利亚利益 你自己怎么平衡这个事 自己要平衡的 你不能说这个事要美国去平衡 对吧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些 深层次的原因 为什么他不太愿意 介入俄罗斯的事情 他就是希望欧盟和土耳其 这些国家 你们要出来去想办法解决 把自己的利益全很好 而不是全把男生推过美国 好事的你们自己站着 我觉得基本上 我想的当然是这个意思 对我同意 我觉得川普总统 我觉得你把他的思维 方式分析的挺好 就是说他去年也确实 跟英国法国德国都 还有北约的各成员国 因为他们签了协约的 就是说他们每个国家 应该出GDP的2%的军费 但是他们都没出够 所以川普就说 你不出 我就不给你们打了 我就不叛军队了 而且我 所以他去年的 德国和法国 大概把那个钱给出够了 大概出到了2% 但其他北约国家都没有出过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欧盟 欧盟他还有他自身的问题 他不仅仅 当然我觉得欧美吧 欧洲和美国 相当于就是说 世界上我觉得分为两大体系 一个是文明体系 一个是野蛮体系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像欧美 欧洲和美国是文明体系之间的 竞争和一些矛盾 就是说大家是 但是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 这个文明体系 基于法治 契约精神 大家有什么事 坐下来好好谈 然后你该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就像签合同一样 所以去年 特朗普就说 我们已经签了协约 按照北约的合同规定 你们应该出2%的GDP 但GDP的2%的军费 但你没出 后来德国法国英国 也给交出来了 把钱给补上了 但其他小国吧 本来欧盟经济也不是很好 所以还没补上 所以他因为他欧盟 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是29个国家 所以你大国家 把那个钱出购了 小国家还没出购 所以川普在这方面 他是要要推欧盟的那种 当然还有经济上 欧盟一直跟 就是政治上 意识形态上 欧盟跟欧洲 欧盟跟美国 是完全一体的 但是经济利益呢 欧盟总是在跟中国 跟俄罗斯 跟土耳其 所有的那些经济 欧盟又想做生意 所以欧盟是在两边 就是说两边都想讨好 但是呢 到关键时候 因为我刚才说过 他们是一个文明体系的 一定是站在美国 这一边的 就像打那个反恐啊 什么的 另外一个体系 刚才 我刚才说了文明体系 另外一个体系 就是一个 我用野蛮体系 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 真正的词来形容 这个体系 这个野蛮体系 那就是独裁专制 就是政府是独裁 刚才那边体系 是以协约 以法治的基础 来形成的一个体系 这边野蛮体系 就是以暴力 暴力夺取政权 这个政权 一般是以独裁专制 然后就是两极分化 这个来 来组成的一个体系 然后一旦有矛盾 那也是以暴力来解决 一旦 我觉得有些国家 过路的比较好 像台湾啊 香港 香港 香港现在我们先不说香港问题 像香港新加坡 呃 不是香港 就台湾和新加坡 我觉得这个就是 比较过度的 比较好 就原来是一个旧体系 但是呢 他用了一套新的文明的体系 来代替旧的体系 所以他可以 还有日本 日本德国 二战以后 他相当于把旧体系 完全打破 打碎 然后用美国帮助他们 建立起一个新的文明的体系 所以这些国家可以走上 就繁荣富强的那个道路 像中东吧 那就属于 他也想改变他这个独裁专制 像民众起来反 像阿拉伯之春 这种运动都是有的 但是呢 他没有一个新的哲学 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一个新的ideology 意识形态 而取代一个旧的独裁专制 所以他们一打烂 那个整个这种乱套 那就是说 那就成了丛林法则 那就成了军法格据 所以你要打难 打破一个旧的体系容易 但是用什么样的体系 来代替旧的体系 这是中东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完全 而且中东的问题 还有宗教的问题 以后我觉得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谈到 这个穆斯林的伊斯兰教 这个他的宗教 就可以 我觉得像宗教方面 我觉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就是两大体系的一个代表 像文明体系的宗教 他就是以爱 平等自由不爱 为主要的 为基础 像伊斯兰教吧 刚才我没说过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分支 那就他没有一个种的 而且伊斯兰教 我当然不是可兰经方面的专家 但是呢 我觉得就就我自己的理解的话 他是说非常排斥 其他任何别的教派 不仅排斥别的宗教 他还排斥别的教派 就说你只要 我们都是穆斯林 我们都是信伊斯兰教 但是你只要不是 就是我和你 就是我们俩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教派 那我就得杀你 你得杀我 他们一定是暴力来消灭 他们是崇尚的人 用暴力来消灭另一个教派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 你杀我我杀你 这永远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整个世界 我觉得分成这两大体系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很多事情像中东的话 我觉得叙利亚和中东 整个就是 所有人类 所有 不管是思维体系 意识形态体系 整个集中在一起的 所有矛盾 矛盾集中的爆发点 而且它就相当于一个 世界上各国在那打群架的地方 整个 就没有规则 没有法治 也没警察来管 而且有时候连警察 都被给拉进去一起打 叫美国 是吧 对 就是美国在里面 也是会陷入到里面 很多事情 所以确实这个中东 这个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莉莉 今天的咱们的时间 已经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我觉得 关于这个叙利亚问题 包括这个中东那些问题 我们 不是一个小时时间 能够说清楚 因为这里都 对 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想咱们今天 就 就 就说到这里 我们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然后呢 我们以后的节目呢 我们找时间 可以对这个 叙利亚 包括中东的问题呢 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因为这个事情啊 确实是一个 在全世界来讲 都是非常关注的事情啊 我先简单谈谈 我对这个 整个叙利亚内战的 一个想法啊 就是说这个叙利亚内战 到现在是经历了 从11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9年的时间了啊 这个内战的这个爆发呀 情况啊 非常复杂 它有这个历史的原因 有这个民族的原因 还有这个宗教的原因 啊 我觉得 怎么来结束内战 一定是需要啊 叙利亚国内的各派啊 进行一些和解和妥协 他们必须去和解和妥协 很多事情 而不能现在 就是一直对着干 这个对着干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 嗯 结束了内战呢 这种和解和妥协呢 可能会让这个 统治阶级啊 受一些损失 但是对这个老百姓啊 一定是个最好的选择 你不打仗了 大家就恢复生活了 这个我觉得是对老百姓 最好的一个选择啊 但是啊 目前啊 因为各种这个 国际上各种势力啊 为了自身的利益啊 介入到这个 叙利亚内战之中了 像刚才他们提到 这个俄罗斯啊 为了这个自己 在地中海的战略利益 介入到这个叙利亚内战 包括像伊朗也在介入 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 和解啊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几乎就 不可了 你根本就不可了 所以我目前呢 对叙利亚这个内战啊 我还是比较这个悲观啊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看到 有一个能够走到尽头 一个解决的希望啊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莉莉你你你你来总结一下 你的观点 我觉得你总结的挺好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把我说的 呃 观点基本上说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叙利亚问题 包括整个中东问题 是很多冲突的 其中爆发的地方 嗯 最关键的是 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 刚才我说过了 文明之间不会有冲突 那一定是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的冲突 嗯 然后呢 我觉得虽然他的民众想把那个独裁政府推翻 但是如果你不发展 不不不专研出一条 或者是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就是用一种新的文明 一种新的体制 那代替旧的体制 你一定会是乱七八糟的 一定会陷入军法格局 而且呢 跟民众带来绝对的灾难 所以这个中东问题的话 短期不会解决 近期也不会解决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解决 不到解决这个文明的冲突 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 当然我们以后可以在这方面 因为中东问题一直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谈下去 可以做一个系列 对对对 没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们不能再谈了 以后我们找到时间 再继续深入的分析 这里还有很多很多话题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 因为时间原因就到这里了 感谢莉莉女士 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和深入的分析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网友 也谢谢莉莉 谢谢何赛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再见